DSP是一個現在目前用社會企業的方式在推動資料驅動的Civic Tech的方式 他們的前身是Call for Tomorrow 在兩三年前也還蠻活躍的在運動 也是做一些資料相關的公民的運動 那DSP是這個Call for Tomorrow這個社群開始的一個用社會企業來嘗試的活動 那他今天會分享一些目前已經做到的Pilot 然後他有一些行動 那我們來聽一下他的分享 好 中正 大家好 我叫Johnson 然後我來自於DSP智庫驅動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由資料驅動的公益性浪潮 Beta for Social Grid 我的背景稍微介紹一下 我本身我是統計背景 做資料分析 然後我愛寫一些Call 那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呢 我先做個問題分析 在我們現在都在講 我們現在是一個大數據的時代 或是資料氾濫的時代 所以Data, Data, Everywhere 那這個時候我們遇到 我們看到一些事情 就是 非營利組織或是政府 他們雖然累積了一些數據 可是有些部分 他們還沒有發揮一些價值 所以我們認為 像尤其我是一個統計人 那我認為這些資料都是個寶貝 那如果可以透過一些 資料科學團隊的協助 能夠激發價值的話 我們可以感到非常的開心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計畫 叫做Data for Social Good D4SG的計畫 透過這個計畫 我們希望可以用資料來驅動一些工藝的行動 那我們已經協助大概40個以上的 非營利組織 還有20個政府機關 來做一個提升他們資料素養 發揮資料價值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非常感謝螢幕上面這些夥伴 譬如說開拓文教基金會 然後教育部的ITSA計畫 然後政府機關 國發會 高雄的CAMRA 高屏地區的緊急醫療聯盟 還有今天下半場會演講的講者 來自於的地方是 台灣環境資料學會 雙領事項公開基金會等組織 那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實 就是基於我用資料驅動公益 這些行動裡面的兩個故事 先講結論 過去這兩年我們做了一些什麼 我從2014年開始做 Data for Social Good的這個計畫 我覺得四件事情最重要的 第一個東西就是 我用一個以資料人的身份的觀點來看 我覺得一個不管你是會寫程式的工程師 或是跟我一樣資料分析師 你要跟NPO合作第一件事情 或是跟政府機關合作 第一件事情是建立信任 然後要有資料 建立透明互惠的一件事情 把組織內部的資料拿出來 跟大家一起分享 透過這樣的分享能夠激出更多的火花 還有一件事情就 理應外合 就是不管在每一個組織裡面 都要有一個你的內意 一定要有內意 等一下我就會分享出 為什麼會這件事重要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 這件事情不是一觸可擊的 它非常的花時間 舉一個例子 螢幕上 這張照片大家知道是哪裡嗎 高雄 高雄 這是高雄一新路上的一個 當年 2014年 兩年前 7月份的時候 氣爆的一個畫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緊急醫療的問題 在當時高雄氣爆發生的時候 總共造成32人死亡 321個人輕重傷 可想而知 那個時候的急診室 高雄地區的急診室 各大醫院 一定是人滿為患 那 所以 我們想要看看 有沒有辦法透過 資料 或是透過 種種方式 來幫助急診室 解決它腫破的問題 我們在去年年底 聖誕節的時候 到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舉辦了一場緊急醫療資料 動線工作坊 講到這個工作坊之前 我想跟大家做一個前提摘要 在2014年氣爆前後 我們大概在4月份的時候 用一個東西叫做 Call for Health Care的方式 跟高雄地區的一個緊急醫療聯盟 它叫CAMERA CAMERA目前已經有37間公私立的醫院 自發性的 把他們醫院急診室的數據共享 他們做到醫院跟醫院之間 就要共享這件事情 從那個時候開始 那我們那時候幫他做了一些 Call for Health Care的Workshop 然後在2014年4月 然後氣爆完之後 我們覺得 我們應該做些事情 所以 8月中的時候 又去高雄了一趟 那那個過程中 我們做了一些 譬如說 我自己參加的 參加的那個project是 如果你今天發生氣爆 或是地震 這樣嚴重的災害的時候 在一個區域的地方 譬如說以高雄為例 這個區域到底 我要一定有很多傷患 那我到底要 要不要急診室 需不需要跟別的醫院 或是別的地區求援 當發生氣爆的時候 消防人員有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知道說 我醫院的病人 病人到底要送去哪間醫院 在人蠻文化的時候 他很有可能送去那間醫院裡面 其實已經沒有病床了 沒有ICU 這樣子的話 那個人很有可能就是因為 資訊的不流通 然後會發生一些疑慘的事情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做了一些 Data for Social Good的計畫 從這之後 這之後 這是兩年前 然後慢慢的 在去年 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又做了第二場活動 這場活動我們擴大舉行 參與者從原本只有 可能是 Maybe是高雄的一大醫院的醫師 或是高醫的醫師 一些醫院裡面管理人員 還有消防隊員 這次第二次工作坊 到了消防局的官員 衛生局的夥伴 然後健保署醫院 還有一些從事醫療資訊產業的朋友 還有跟醫療相關的學術界的老師們 還有像我們這些從事社會公益的社會企業 那背景可能是工程師或分析師這樣的朋友 一起參加這個工作坊 那這工作坊在做什麼 真的是我們那時候討論的一個畫面 螢幕上講的是 右手邊有一位 有一個帥帥的醫師 他是高醫外商科的主任 陳昭文醫師 他那個時候正在主持一場討論會 螢幕上有一個東西叫做FDKS 他就是高雄市消防局 對那畫面上大部分的都是消防員弟兄 他們做什麼事情 他們做了一個許願清單 螢幕上左邊有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他們在聖誕節的那天下午 在白板上 把從 我們接到傷患的病患的報案 然後到判遣 出勤 然後到現場 然後最後到院一個完整的流程 他先把它畫出來 然後呢 他在上面貼滿了便利貼 每一張便利貼都代表一個消防弟兄 他對於每一個touch point 在每一個在協助救難 或是協助病人送醫的環節 他覺得哪一個地方是可以有所改變的 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上面一個局部放大的一個 一張圖 在他們到達現場的時候要對病患處置的時候 他們想要哪些事情 他們希望有一個訊息 就是譬如說消防救護車上面可以跟醫院 他們預計要送到醫院做一個連線 可以同步了解那間醫院裡面的病床書 ICU 或者心導管事的狀態 為什麼 因為後半段的那幾個東西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今天是重傷患 他如果送到醫院 一定要趕快進去 如果沒有這些設備的話 他很有可能會回規法書 那這個東西是 以救護端到醫院端的一個資訊整合的事情 他們做了這樣的許願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的能夠做的做法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打電話 要送醫之前 就消防弟兄先打電話到醫院 某間醫院裡面說 你那邊有沒有病床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設備 然後讓我要送過去 可不可以 但是這樣是會上市很多寶貴的時間 所以他們那時候做的 每一張許願清單 每一張便利 它其實都有代表非常深厚的遺憾 而且他們相信一件事就是 這樣的資訊整合 真的有辦法幫助他們 所以最後我們就把它整理成右邊的這樣的一個 一份報告 那這份文件也不是只有當天工作方完就結束了 這份文件 它有好好的被 被網上承報到地方的相關醫療單位 還有中央機關上 做經驗交流跟分享 除了這樣的一個閉門會議 就是只有醫療體系的朋友參加了會議之外 在CAMRA 這個我參與這個計劃的過程中 他們也開始了解這件事情就是這樣的資料 應該要擁抱開放透明 我們在今年2月到4月的時候 把我剛剛講的CAMRA 這個project 它是一個台灣最大型的 透過民間的一些醫療聯盟組成 總共37間急診室的醫院的 急診室狀態的資料 每30分鐘一筆 他願意做一件事情 因為他相信透明互惠是重要的 他把資料拿出來 攤在陽光下 做了一個醫療競賽 緊急醫療的預測競賽 這預測競賽做什麼呢 他把2013年的急診室的營運的資料拿出來 期待大家可以幫醫院做一件事 幫每一間醫院做一個預測 預測2014年某一天 某一間醫院在某個班次裡面 急診室裡面到底有多少個傷患 透過這樣的預測 他能夠有效的做醫師的排班管理 或是緊急醫療志願的分配 那下面的是我們列出來的 這個競賽為期兩個月晚的前幾名 我覺得這邊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點 當初我們在辦這套競賽的時候 我們非常擔心一件事情 就是來參加競賽的人 可能都是從事醫療領域相關的人 那可能這是一個非常 niche的一個題目 就相關領域的人來參加 那得獎者可能也是因為 是因為有相同的背景 來做這樣的題目才會做得好 可是沒想到我們發現 前三名前四名的得獎者 通通都不是醫療背景的人 只有第五名跟第七名是從事相關的 那尤其第七名是醫大醫院的這件事的意思 那這樣的成果讓相關單位非常的驚訝 或是覺得哇好棒 所以我們做了一件事 我們在今年的四月底在高雄辦了一場說明會 然後很榮幸邀請到我們的院長 來參加這場說明會 那參加完之後 參加完之後有趣的事情才會發生 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醫院裡面的資料 透過工作坊的方式 內部先讓他們相信 用data真的有辦法 for social good 然後再把資料拿出來辦比賽 然後讓人家相信這樣的成果 讓院長相信或讓人民相信 這樣的成果真的是有辦法可以被應用的 接下來我們來做下一件事情 就是再把這樣的成果收斂 反回饋到醫療體系裡面 這就是我說的里因外合事件 那從這邊開始 我們事實上花了超過兩年的時間 在慢慢酷克這個計劃 他不是很簡單的說 我今天要辦一場Hexel 然後就有人來 然後做完 不僅僅是這個樣子 我們從消防弟兄 或是衛生局 醫療單位的工作方說明會 再到會寫code 會做資料分析的朋友的說明會 一步一步 再把他們兩種類型的人 媒合在一起 做工作方 然後最後再把資料拿出來辦資料競賽 這個歷程花了兩年的時間 那現在下一件事情就是 把我們這些預測競賽好的演算法 或是資料分析方式 不管是所謂用統計的模型 或者是資料科學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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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資料科學的一些技術 把他真正的導入到醫療體系裡面 另一方面我們還開始做一個更深入的計劃 我們叫資料英雄 資料英雄計劃在做什麼呢 簡單說一件事 一個是工作活方或Hexon 我們在去年11月底的時候 做了一場公益價值的資料工作方 那這樣的工作方 其實來的人 有費力組織的朋友 也有像我剛剛講的資料分析師或工程師 那這樣的一個工作方 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經驗 不僅僅是我們的成果 更重要的是 這樣的一個工作方 他會怎麼辦得成 我們為了要辦這個工作方 他的時間點是 2015年的11月底 我們在2014年的時候 就是開始做全台的各地的巡迴的說明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跨領域合作感覺很美好 但是它的門檻非常的高 我們要讓非營利組織或是政府機關 能夠接受 用資料分析 用data 或是資料工程的方式解決問題 其實是有一些門檻的 所以我們辦了無數場的山峰點火說明會 這樣的山峰點火不僅僅是對MPO 政府機關 我們也對資料人 資料人為了意思是講 他們會做資料工程 他們寫code 他們會做資料分析 這樣的一個朋友 然後直到我們辦了 然後直到我們辦了無數場的說明會 無數場的山峰點火之後 我們才真正開始辦了這場工作坊 在這場工作坊裡面我們收集了八個提案 來自於不同的非營利組織做了提案 那譬如說其中有一組是雙聯的市場關懷執行會 他們關心一個問題 雙聯是這個樣子 他們會做一件事情就是幫助市場的朋友做教育訓練 什麼樣的教育訓練 按摩的教育訓練 讓他們有一技之長 然後讓他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技術去謀生 所以他們除了有這樣的一個訓練之外 他們還有在台灣有十個按摩小站 通常是分布在各大醫院 那這些按摩小站 他們就會幫助那些非營利 這個非營利組織會幫助那些按摩師 到醫院的小站裡面做排班按摩 可是他們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知道因為人跟人之間不同 他們可能按摩師的技術可能不盡相同 或者是種種原因 他們發現不同的按摩師 他們的收入非常的不平均 但是以這個非營利組織 他們關心的事情來說 他其實在意的事情是 每一位按摩師我們給他技術之後 他要能夠穩保 有一個很平等基本上的一個需求 當然如果有人有哪一位按摩師 他的技術非常好很熱門 他多賺一點錢沒有問題 但是他們發現到有一些按摩師 他的收入其實不太穩定 所以在那個工作房兩天中 有很多朋友譬如說 在場我之前有看到有特教老師 然後有學生 有工程師 有在學校擔任研究助理的同學 然後也有所謂的大數據工程師 在他們這些團隊 我們叫資料英雄 跟非營利組織的夥伴 每合在一起 在兩天的時間 他們做出一些簡單的成果 這樣的成果基本上就是 幫助這個非營利組織 把原本的班表做一個半自動化 然後發現一些因塞 什麼樣的因塞 那所以他得到一些策略可以幫助排班 所以雙聯的執行長馬克 他說一句話讓我覺得很有趣 他說這樣的工作方不僅解決了他們的問題 然後還幫助他們看到了一些 他們原本沒有想到的問題 因為很簡單 因為我們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跨界合作 不同領域的人看問題的觀點不盡相同 所以我們真的幫他看到了一些新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僅只有雙聯 這樣的一個案例 譬如說在台中的甘霖基金會 那他們是從事老人照護服務的一個組織 那他們副省長莉娜也講了一個有趣的事 就是透過資料的產出啊 然後大家試圖從這樣的一個討論 在工作坊的過程中 找出一些合理或適合的解釋 他覺得這非常棒 他們那一組參加的朋友有一些是 數學背景 資訊背景 還有學校的教授 統計系的教授這樣子 我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幫他們做了一些 譬如說 他們會幫助老人 他有排班上課 就是早上上什麼課 然後會測量老人的血壓或是種種素質 看看他這樣的課程安排 對老人健康有什麼好處 他做了像這樣的一個 我們做了這樣的一個成果這樣子 那另外一組是 台灣環境資訊學會 他們在意的問題是 農地的一個污染這件事情 那在那過程中 我們幾個朋友 譬如說台科大的自管系的學生 或者是 環資裡面本來的研究員 然後以及我幾位好朋友 分析師 然後跟他們一起合作了一個成果 那這個成果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發現台灣一些地方 農地的重金屬污染很嚴重 那我們把這些地方給找得出來 所以讓他們這個參議的組織 對於農業安全 他有一個更有用資料講證據的一個力量 不過這兩天工作坊結束之後 我們又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我跟淑貞聊到 我就說 那我幫你這樣做完 就是我幫你媒合了那麼多資料的人 然後花兩天的Hexon的時間 做完這樣的成果 當然你就是很開心 就覺得找到證據有用 那我又多問他一句話 那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想要帶回去深入做 往下做 那你要 你會怎麼做 他就頓了一下說 我們好像自己做不來 因為在那天Hexon的成果 做主要的火力的人 其實是外部的一些朋友 那我們知道背景組織 可能有一些困難 譬如說人力上 或是背景上 要找適合的人 或是假日工程師 這種方式是困難的 所以 所以我們發現這件事情 短期的Hexon其實解決不了真的問題 很可惜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往下做 只有工作房不夠 我們把資料英雄計劃擴大 我們做了一個東西叫做 D4SG Fellowship 透過長期專案的方式 然後我們目的 這個Fellowship是為了 For Social Good Data for Social Good 結合工藝跟食物 這樣長期專案的方式 從原本只有短期的Hexon 這樣實驗性 創新的點子的概念測試之外 透過可能一個月 三個月 半年 這樣的長期的一個合作 然後我們期待他可以做出一些 真正的一個 資料做公益的完整解決方案 甚至他可以是被 在這個NPO裡面做完 它是可以被複製到其他地方去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目前的成果 我們在今年三月到目前為止 做了一個第0期的Pilot 這個Pilot 我很榮幸邀請到 雙聯市場關懷基金會 跟台灣環境資訊學會的夥伴 跟我們一起合作 還有感謝政治大學 資科系跟新聞系的學生 跟我們一起合作 在這樣的一個組成裡面 我們大概分了幾種角色 一種角色是NPO 應該就是需求房 然後再來就是 像學生這些Fellows 那他就是一個主要的活力 然後再來就是像我這樣的角色 我算是一個顧問 或是一個導師的方式 透過過往的一些經驗 來來媒合這些學生 這些Fellows跟NPO 那圖下面的這些照片 就是這些資料英雄們 還有Fellows的夥伴 簡單跟大家談談 我們那時候 我們最近做了哪些事 一個是我們把我剛剛講雙聯排班的問題 往下做的更深 我們做了一個更有趣的排班管理系統 這什麼樣的系統呢 他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做資料分析的時候 其實在講Data Science 我自稱是資料科學家 他其實是 也是一個dirty work 你要發洩一些 因素的過程中 你要花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而且隨著時間改變 你原本的策略可能會失效 所以 這群資料英雄們幫 雙聯做了一個東西 他幫他做了一個 不僅僅是看起來感覺像是一個dashboard 不完全是 它其實是一個有自由度的 可以做資料探索的一個系統 而且這樣資料探索系統 它有一點點 自然語言的味道 譬如說 譬如說今天雙聯的執行長馬克 他想要看 哪一個 按摩小站 譬如說仁愛醫院小站 的這一群在仁愛醫院小站服務過的按摩師 在今年1月份到3月份的收入狀況 那他用的不是托拉式的操作 而是講出這一句話 對你的報表就會跑出來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縮短了 分音力組織 跟交分析的差距 而且最讓人驚訝的是 做出來的這些 這些英雄們其實只是大師跟索儀的學生 而且更讓我驚訝的是 我原本沒有想到他會做成這樣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講出來的一個東西 因為他們講出來一個東西叫 專業的術語叫做 Statistical Graphic Grammar 統計的繪圖語言 那這個東西其實 其實我覺得他們出生太晚了 因為這東西是在2005年 有一位開元界的阿雲的大神 叫做Hedley 那是他的博士畢業論文 可是這群傢伙 他們在大師或索儀的年紀 就已經想到這樣的一個雛形 那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美妙 因為透過一個分音力組織 跟學生們的英雄們的合作 然後他們激出這樣的火花 那另外一邊是 環資的那個提案 這提案是農地重金屬污染 跟列管的分歧 簡單來說 他們關心一件事情 他從政府部會 拿到兩份資料 這兩份資料分別來自於 農事所跟環保署 農事所有一個很完整 台灣普查土壤的數據 其中裡面 他有記錄了每一塊土壤 重金屬污染的程度 指標 然後呢 環保署有對台灣各個地方 做一些 重金屬污染之後 有做列管的一個動作 但是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這兩份資料其實 並沒有完全Match 意思就是說 農事所的數據很多 土壤污染的 土壤污染 重金屬污染的數值很高 可是環保署不一定會來做列管 有可能很高環保了列管了 但是有些地方卻是 沒有被管理到 那所以環資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看看這兩份數據 在台灣哪些地方 有這樣的一個真空地帶 這樣的一個內容 其實他們慢慢做 做了一個多月 那這樣的一個成果呢 其實我也不好會 是在這邊全部曝光 我只講一件事好了 其實台灣在重金屬污染 最嚴重的地方 其實就是三個地方 桃園 海中彰化 還有高雄有點零星的一個環境 那這樣的他們的成果會在 6月3號禮拜五 我們會有一個 資料英雄計畫的說明會 這個說明會 很歡迎大家來參加 那這個說明會裡面 一方面會有剛剛兩組的資料英雄 他們會來跟大家詳細的說明說 這樣的一個成果 他們怎麼跟NPO合作 然後跟他們 他們最後的報告的一個 侵入歷程 還有呢 我們會同時在 我們下一期的資料英雄計畫 即將在7月份正式開始 那這樣的開始的時間點 會是在 會在7月1號 所以我們這個時間 6月3號會做一場說明會 歡迎大家 不管是 背影力組織或政府機關 可以來向我們提案 那如果你是有技術的朋友 或者是你想要學技術 的朋友 可以來報名我們的資料英雄 Fellows 那歡迎 歡迎大家可以參考我們下面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裡面就是有 有我們裡面的 這個計畫的說明 所以我們最主要的目擊對象有兩個 一個是非日子或政府機關來進行提案 另外一個是資料英雄 做目擊 那 稍微講一下就是我們目前第0期的資料英雄的背景好了 給大家做個參考 剛剛說了就是有 知科系的學生 他們習慣寫code 不管還有 做前後端 做網站 做app 然後他們有一點資料分析的能力 還有什麼 還有統計系的學生 還有 新聞系的學生 新聞系的學生 他們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他們雖然可能 可能 他們做的事情跟工程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 他們有很敏銳的嗅覺 他們知道 或是在這過程中他們做到一件事 他讓我覺得很厲害的事情是 從資料裡面 說出了一些故事 那有興趣的朋友就是 那天說明慧的時候 可以來聽聽他們怎麼說故事 最後講個結論 結論就是 還是這四句 建立信任 我們做這樣的一些活動 其實不是說我今天要辦一場Hair Song 我今天呼口號說 我是一間社會企業 然後非你組織跟資料人就來吧 沒有那麼容易的 我們慢慢陸陸續續做了很多 全台的巡迴說明會 才有目前這樣一個成績 我們大概兩年前就想要做資料英雄計劃 可是直到 直到最近才完成了第零期的牌了 再來是透明互惠 透明互惠是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讓各個組織願意相信 用data真的能夠for social good 所以 所以他們願意把 不管是他們組織內部營業的數據給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像剛剛的資料競賽 把它丟出來讓各個領域的好手來試試看 或是把原本雙聯裡面他們排班資料 或是一些非你組織他們的募款資料 願意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看看說我如何提升的募款率 看看如何幫助這些 市場的朋友一個更公平的排班機制 然後就有零應外合 零應外合的意思其實就是 我們在外面 智庫驅動在做一些資料驅動的一些公益行動之外 還需要各個組織裡面內部有人相信資料 相信資料能夠創造價值 然後以上這些東西真的都非常花時間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支持我們這樣的一個行動 好,謝謝大家 好,那個十六支真言 那個有沒有任何問題 對於他們的行動概念 好,這邊先 然後等會是沐約 哪邊先 對,你先 好,請用一下麥克風 那個你還是 不然大聲一點好了 好,對 可是我知道那個芝加哥大學他們有辦就是 街上時台所所屬於是這樣子的一個 雖然我覺得也像是一個銀隊嘛 然後他們也是在場地 如果有床名單 就等下在那邊待至少三個月 但我知道是他們的床名單 他們去那邊的話一個月會有 你記得沒錯的話 可能會有多少多少萬美金 所以算成台幣來實力 然後雖然如果我是一個街上時台 我就在那邊做這些事情的話 我會蠻有錢的,這就可以得到錢 然後是很好奇說 其實我覺得你們都是一個 他們基督的表面 然後是好奇的一個是說 做謊 就是你們要怎麼 你們下去 好,我們一起問 然後再一起做答 好,我剛剛還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前面的問題 是我中間提到說 你們好遠的新同事 只要電視又聲控講話 它就會自動產生分析的主要 那只要電視的話 感覺那麼酷了 不知道有關結果 然後第二個是說 就是聽起來 就是因為現在在招募 下一個第一組成 第一批的人是組織 所以除了非定組織之外 就是你們有要再找 例如說有問題的企業 可以去做這樣的做法嗎 那有的話 就是你們也不必要 前一個問題 直到其實就是蠻好奇的 好,那我們就 好,那最後一個問題 一分 30秒講完 不好意思,我快講一下 就是我是私改會的友誼 我在私改會工作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一疊狀態 然後買不出的殿堂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要買怎麼辦 所以我可以跑 打在那個一疊跑去裡面 我也可以做什麼 好,我從後面回答回來 就是私改會的朋友 就是你可以到我們這個網站 我們現在在募集提案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組織提案 順便回應目約 就是我們不只非營利組織 不過我們主要服務的對象 是非營利組織跟政府單位 好,所以你可以到我們那個網站裡面 做一個提案 然後回答裡面的 就是有一些門檻有點高 那個問題把它回答完之後 然後我們就會期待就是 我們可以進入下 那個正式的7月份的計畫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那個雙年的那一個 那個成果 那個成果目前是用 不是聲控了嗎 目前是用文字輸入 對,用文字輸入的方式進去 那我今天沒有準備demo 所以很可惜這樣 好,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剛剛有朋友問到 那個founding的事情 對,因為我今天在這場合 其實我重點就放在這兩塊對不對 其實還有一塊其實是 founding 我沒有放上來 企業社會者認這件事情 或是企業影響力這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就是 真的有很積極的 跟各個企業去申請這樣的一個 一個founding出來 那這些資料英雄其實 目前其實有一些微薄的津貼啦 已經有一些微薄的津貼存在 就是他們其實也沒有做白工 目前大家能夠回答的是這個樣子 好 好,那更多秘訣可以再跟Johnson 分享交流 那我們這一節課 我們這一節課就到此為止 那我們下一節課開始時間 我們那個休息時間就縮短 我們下一節課開始時間就11點半 如果對動力這股還有興趣 對NGOCivic Test如何交流 我們11點半這邊就準時開始 好,謝謝Johnson 謝謝 谢谢大家